要做动画的部分 那动画我们直接用那个 gif and matter就好了 gif and matter 这个程式呢 你把它 我是觉得用动画精灵 或者是汇入都可以 插入新增影像 两种方式 那之前我们是用新增影像 的方式 我是觉得这个你比较容易做错 你可以用动画精灵 动画精灵的地方呢 记得第一个步骤是 125乘上 这个 125乘上25 记得是 这个 动画精灵 然后125乘上20 因为它题目要求 然后新增 记得新增影像 把刚刚这七张 选取起来就好了 然后再来的话下一步 秒数是多少 它题目是要求 每一秒钟 换一个 所以这边应该是多少呢 这边应该输入100 一秒钟 刚好100 或者是你直接在底下输入一秒钟也可以 下一步 完成 这样就好了 好了以后的话预览看看 有没有 就有轮波的效果了 就是刚刚看到的这个 最后呢 我们就把它另存新档 一个GIF 档案名称要叫什么呢 在C底下的Web05 Web05底下的Images 这张图档要叫0508 0508 这张GIF就可以 按存档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张图档怎么样呢 直接从Images里面 0508在这里 拖拉到这个地方 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预览看一下 其实就这个地方 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效果产生了 那并且有背景音乐 好